台上讲完话 全美就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消失 这厉害的绝招还记得谁会骂 没错就是萨诺斯 而且拜登还清出于蓝 19号在费城的最新演说 眼见美国疫情又亮红灯 而且逼近20万人死亡 拜登或许真的气昏头 口误了 伊拉克伊朗分不清楚 拜登一周之内二度失误 被川普抓到小辫子 事实上不久前 讲到伊拉克的美国驻军拜登才 出过桥 每一驻军议题 拜登一错再错 就怕错到最后 拜登只能说 另一方面现任总统川普 则拿大法官的席次当竞选筹码 我将下周将会认为一位女士 由于自由派前大法官金斯伯格 十八后因为癌症过世 川普因此逮到机会 想抢保守派选票 安插极端保守派 这意味着数十年来 美国坚守的妇女堕胎权 很有可能就此被废 大选到此即时 两派人马未出胜选 各怀鬼胎 却也丑态白出 下一个新闻对我们报道